看到奶瓶 紅毛猩猩寶寶搶著拿 台北市長蔣萬安擔任動物園 一日保育員 除了餵奶 還親自幫猩猩寶寶換尿布 一手抱著 一手迅速換上 三寶爸的蔣萬安很上手 滿足了我可以抱抱 小女生這樣的心願 不管是在餵奶或換尿布的時候 他就是緊抓著我們身體 顧寶寶有經驗 但是蔣萬安初上任 碰上228 76週年 北市府將在228紀念碑前 舉行紀念會 蔣萬安不僅到場 還會跟受難家屬致意 只是去年前市長柯文哲 才因為受難家屬反彈 答應讓前總統馬英九出席 但不致辭 最後馬英九沒現身 如今蔣市府反而安排馬英九 上台致辭引發爭議 這個很早文化局 就有在相關的規劃跟安排 對家屬都是一個心中的傷痛 也是歷史上面的傷痕 我們都會談而面對 希望能夠撫平傷痕 228當天蔣萬合體馬英九 如何撫平受難家屬傷痛 備受矚目 而國民黨聚焦228動作頻頻的 還有主席朱立倫 不是只有本家而已 好專民可以了解 富民紀念一個重要性 不知老歹義跟在紀念碑 按著手運哀悼 朱立倫搶先所有人之前 到場致意 只是過去幾年的228 朱立倫大多在臉書發文 去年也沒有到場紀念 今年大動作 率領黨務主管獻花 展現態度 被解讀是否為了2024大位做準備 每一年我都透過各種方式 來親自參加各項的紀念活動 畢竟隨著2024 畢竟來迎人選持續混沌 228紀念日 不管是蔣萬安還是朱立倫 一言一行動見完整 請你回庭這台中 Essential的報導